《深夜浅读》 他无法忘记母亲执意要改嫁的场景 当时父亲病重 身边离不开人照顾 母亲丝毫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一门心思想着逃避 他单方面宣布和父亲解除婚姻 甚至愿意净身出户 我看不惯母亲的做法 狠狠地回怼了他 我爸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现在用得着人照顾了 你就要狠心丢下他 你这么做良心能过得去吗 你口口声声说要改嫁 却不肯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 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我为有你这样的母亲感到丢人 父亲听到我们争吵 忍着病痛把我拉到一旁 他愿意成全母亲 让我不要阻拦母亲 父亲走到母亲身旁 递给母亲一张银行卡 你要离开这个家 我不拦着 这套房子我要留给儿子 只能给你一些存款傍身了 你不愿意告诉我们要嫁给谁 我们也不问了 夫妻一场 我只希望你能幸福 母亲接过父亲的银行卡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我心疼父亲 为他打抱不平 从那天起 我和母亲划清了界限 不愿意和他来往 我悉心照顾着父亲 陪他度过了最后一段时光 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总在为这个家付出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父亲为了能让我和母亲 过上好日子 没日没夜的工作 他宁可自己累一点 也不愿意让母亲承受这份压力 母亲把父亲的付出 当作理所应当 丝毫不懂得感激 我没有多大理想 在学习上也不愿意下功夫 父亲不想让我走他的老路 教育我好好学习 靠知识改变命运 起初 我听不进去他的话 依然用敷衍的态度对待学习 直到初二那年 我看到父亲为了两百块钱 放下尊严哀求 包工头 给他安排工作 张哥 求求你让我接这个活吧 我有老婆孩子要养 能多赚一点是一点 我儿子上初中了 我得多为他攒点钱上大学 你放心 我一定保质保量 完成工作 绝对不掉链子 看着父亲无助的样子 我心酸不已 原来 父亲教育我好好学习 只是想让我有尊严地活着 他想让我走出这个小县城 去更大的地方看看 那天 我理解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决定不再让他失望 我收起了懒散的态度 把心思全部放在学习上 努力了四年 我考上了省理不错的大学 父亲特别开心 说终于有了盼头 我体谅父亲的不意 大学课余时间 就去勤工俭学 后来 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几乎不用花家里的钱 父亲终于可以喘口气 不用打两份工了 毕业后 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每个月一发工资 就往家里打生活费 父母慢慢过上了安逸的日子 时不时还能一起出去旅游散心 就在日子越来越好时 厄运也在悄然来袭 六年前 父亲突然查出尿毒症晚期 这个病要花费高昂的医药费 且治愈率很低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 她瞒着我们找好了下家 且不留下任何痕迹 母亲离开家以后 我一气之下拉黑了 她的一切联系方式 说实话 我有过思念母亲的时刻 但我一想起父亲 瞬间打消了对她的思念 四年前我有了可爱的女儿 如今女儿上了幼儿园 看到班里的小朋友都有奶奶 她回来问我奶奶在哪里 我一时间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 陷入了沉默 年前我在妻子的劝说下决定 向亲戚打听母亲的现状 问清楚地址以后 我驱车 前去看望 按照地址我找了过去 但当我看到她现在的处境时 顿时就瞪大了双眼 愣在原地 一脸不敢置信地问道 妈 这些年你都遭遇了什么 母亲住在郊区一个小镇 并不是什么繁华地段 我本以为她会嫁给一个经济条件好的男人 没想到还不如之前的生活 按照地址 我找到了母亲的家 她头发花白 被也变得略微勾搂 母亲看到我 瞬间愣住了 我主动走向她 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妈 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都怪我一心赌气 没有过来看你 现在我想明白了 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 你都是我妈 我应该尽到 做儿子的责任 尽该尽地孝道 我有女儿了 下次带她过来看你 我的话音刚落 继父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到她的那一刻 我彻底傻眼了 继父不是别人 而是父亲最好的朋友陈叔 陈叔和父亲相识多年 一起经历过很多风雨 父亲生病时 陈叔还帮她 垫付过医药费 陈叔一脸羞愧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母亲害怕我责怪陈叔 站出来替她说话 这件事都怪我不好 和你陈叔没关系 是我先对她动了心思 在你爸病重时 表明了心意 我做了不地道的事情 这几年一直不敢跟你联系 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我自己做的孽 自己咽下这个恶果 我的三观受到了颠覆 我花了六年时间 接受母亲丢下父亲改嫁 现在适时又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不是三岁小孩 不可能被母亲三言两语忽悠 她和陈叔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 甚至在父亲生病之前 他们就有勾结 我狠狠地瞪着陈叔 想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不肯表现得有担当些 我忽然替母亲感到不值得 选了一个经济条件差的男人 也就罢了 还很窝囊 不敢抗视 躲在女人身后 陈叔 你难道不需要向我解释些什么吗 我爸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背后捅他刀子 怪不得我妈当时不肯说 要改嫁给谁 原来是剑步的光啊 你这么做 真是辜负了我爸对你的信任 如果你能给我妈提供好的生活 我也就忍了 可你把她带到了农村 让她跟着你过苦日子 实在太没责任心了 陈叔不敢反驳我的话 继续保持沉默 母亲不停跟我道歉 恳求我可以不计前嫌 我对母亲的恨意似乎消散 也愿意和她来往 但是我不想看到陈叔 看到他 我会替父亲感到不值得 父亲如果在世 一定会为这两个人的背叛 感到痛苦 我去车里拿出带给母亲的礼物 又给她塞了五千块钱 我承诺会定期带着女儿回来看她 让她不要太过于担忧 离开母亲家 我去灵园看望了父亲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又跟他说了很多心里话 当天晚上 我梦到了父亲 父亲劝我放下心中的哀怨 好好和母亲相处 梦境非常清晰 我记得每一个画面 我默默答应了父亲 并在周末带着妻子和女儿去见母亲 六年以来 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团聚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十五岁那年 父亲工厂倒闭 带着小情人跑了 没多久后 我的母亲就改嫁 抛弃了我 于是我和陈也 成了镇上为二两个没家馆 没父母的野孩子 从那天起 我们相依为命 曾经发誓永远不分开 可当我们终于熬完了苦日子 功成名就时 陈也却举着杯子 跟我敬酒支谢 说荣荣姐是我最敬重的人 我和舒晴的婚礼 你一定要来 忘了说了 像舒晴就是那个和我爸跑路的小三的女儿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爸妈不止一次说过 我是个凉薄的人 父亲生病住院 或者母亲因情伤心的时候 我都能视若无睹地走回自己的房中 继续写作业 母亲哭够了父亲和他的小情人 就会打开门 随手抓到什么 就朝我丢什么 骂我没有良心 和我那个白眼狼的爸一样 就算这样 我也只是掀起眼皮 朝他望去一眼 低头继续写自己的作业 没有用的 当别人的心都不在你身上 或者将你视作苦难源头时 哭闹呼喊 都只会让自己变得难看 根本还击不了任何人 所以 晨夜的话音落下时 我没闹也没哭 甚至还能对着他的这张 已经发育得成熟的脸 微微出神 回忆着晨夜少年时的模样 那时候 他眉眼远不及陷在深沉 但少年一身肃静白衬衣 漆黑的眸子 白皙的皮肤 总透着一股妖野的味道 勾走了校园中 不知道多少女孩的心 那时候的晨夜 天天都能收到情书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拿给我 他说 他只想和我一直在一起 从前 现在 以后 他的一切都属于我 因着这样 还算美好的从前 我给他留够了体面 周围的人一片静止 大气都不敢出地看着我俩 生怕我下一秒 就在公司上市的庆功宴上 和晨夜翻脸 而我只是勾起唇角 手中的酒杯迎上去 水晶杯相碰的脆响 在寂静的宴厅里 格外明显 一定 我笑着开口 随手将手里的酒杯 递给旁边的相书情 像抒情下意识结果 意识到我把他当成服务员 对待之后 脸色瞬间黑掉 向荣 你赚什么 他握着酒杯 刚想朝我泼过来 就被旁边的晨夜制止住了 低头安抚少女时 面上写满了情义 晨夜知道 我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毕竟我这个人向来凉薄 做事从不留余地 在我妈天天向我 哭诉我爸的出轨之后 我选择将他厂子里 最关键的一批 预备进货单偷来 卖给了他的竞争对手 我还来不及 告诉我妈 他别整天哭了 我给他出气了 他就面带尴尬地告诉我 他准备组建新的家庭了 于是卖信息得来的四万块 被我自己留下了 我没有拿给我妈 也没跟我妈走 我清晰地知道 自己从此以后 要一个人生活了 我需要钱 且不需要再爱他 这些年来 我和晨夜一起上学 一起做兼职 一起租房子 一起创业 他很清楚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手段又是如何的伶俐 不留余地 所以在宴会结束后 他主动找上了我 一进门还没等我说话 晨夜就已经脱下西装外套 扯开领带跪下了 荣荣姐 错在我 你别和抒情计较 他的姿态放得很低 精致地眉眼往下压了压 遮住些难过 我也从善如流 开了一瓶红酒 直接对着他的头尽数交下 我会把手上的股份 再转百分之十给你 只要你能消气 烟红的酒液 顺着晨夜苍白的面颊低下 我无所谓地松开手 做工精致的酒瓶 就这样在地上散开 剪了一地的碎片 把它们剪干净 不准戴手套 我说完 踩着高跟从晨夜身边 静止走过 正逢向抒情从门口赶了过来 他看见跪在地上的晨夜 发出一声心痛的呼声 而这些都与我无关 平心而论 晨夜要给我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从生意上来算我怎么都不算亏 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 在我还只把他当过路人的年纪里 丹西跪在我身前 用尽毕生情深 许诺要跟我在一起 再用了整个青春去证明 他的未来会和我紧紧捆绑在一起 让我去相信他 帮助他 和他同甘共苦 在物质条件最差的情况下 为他杀出一条血路 我不是那么容易能被辜负得起的人 他应该明白的 之后不过一个月不到 我将晨夜从公司踢了出去 他走的时候 向抒情跟在他的身边 面上既有憎恨又有得意 他跟我说 向荣 你少在那里得意 晨夜离开你 只会过得更好 我能给他一整个家族的助力 而你 连你妈都不要你 你又有什么事拿得出手的 是的 我爸那个人没什么道德 但确实有生财的能力在身上 这些年来 他早已东山再起 成为了 向抒情高调夺人所爱最大的靠山 抒情 晨夜高声阻止他 但已经晚了 两道清脆的耳光深厚 向抒情的双颊红肿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荣荣姐 你别和他计较 晨夜上前两步 话还没说完 自己脸上也挨了一下 他顶着纸印 侧过头绷唇不说话了 我甩甩有些震麻了的手 朝他挑眉道 晨夜 你在我这的情分用完了 现在带着你和你的小情人 滚 我话音刚落 一双温暖柔软的手 适时从旁边伸了过来 捧起我的手掌 轻轻呵护 姐姐 你手掌都红了 她看起来心疼极了 年轻的脸朝我看过来时 有和向抒情同样的柔情 她是谁 晨夜突然失控 一声爆喝 呼吸瞬间有些急促 眼眶通红 死死盯着还在揉着我掌心的人 近乎哀求地开口道 荣荣姐 别让他碰你 身旁的腹翼猛的一色缩 朝着我低声委屈道 姐姐 哥哥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没关系 她不重要 小朋友态度给得这么到位了 我便象征性拍拍哄哄 这回轮到晨夜失控 像抒情在旁边邋遢 晨夜 这是我的新秘书 和你的抒情一样 也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聪明懂事又体贴 我对他很满意 最后六个字 是我压低了声音 在晨夜耳边讲的 我看见晨夜 本就苍白的肤色 更加失了血色 他下意识地抬手要拉我 被象抒情从身后紧紧抱住 阿爷 我们走 不和他纠缠 女孩哀求的声音 拉回他稍许理智 而我 我早已经带着小鲜肉 转过身走远了 真是可笑 这世界上年轻弟弟 有很多个 我在晨夜身上 投入的时间最长 又不代表我非他不可 在我把晨夜 提出公司两周之后 他进了向明城的公司 他晨夜只是一个本科生的学历 却直接空降到这家本市的龙头企业 做了高管 不过是向明城在给他的宝贝女儿向抒情体面 同时 这也是他向晨夜递去的橄榄枝 只要晨夜能够好好对待他的女儿 死心塌地跟着相事干 以后能自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到夜里向抒情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躺在软椅上 正贴着面膜享受着负义的肩颈按摩 向抒情阴阳怪气的声音就从那头飘了过来 向荣 你现在肯定哭死了吧 爸爸不要你 阿爷离开你也只会过得更好 我要是你 向总的儿子生出来了吗 不等向抒情的话讲完 我直接开口打断他 什么 向总不是一直想要个儿子继承皇位 当初不就是以为你那做惯三的妈 能生代把的才带着他跑了 怎么 没成功 向抒情在那头不说话了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 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 没关系 你妈不能生 向总养在外面的四房五房总能生 听说有一个已经穿上了 你最好祈祷 向总给你带来的是个妹妹 不然按他宁愿让你找个男朋友 再给你男朋友安排高管位置 都不把这个位置给你的性格 到时候 你和你的小三妈 就什么都捞不着了 我这话说得刻薄 但也是事实 当初向明成出轨 就是在我妈生了我之后 她从心底看不起女儿 认为没有生出儿子 自己老向家 就没人传宗接代了 向抒情看似被向明成宠得没边 实际上除了她妈勾搭男人的那点本事外 什么都没学到 还不如我这些年 在风中野蛮生长 变化那头的向抒情沉默了好一会 才重新得意地笑出声来 就算你说得对 那又怎么样 公司里的位置是陈也的 但陈也是我的呀 那你要小心了 可千万撒泡尿把陈也标记好了 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你离了男人可活不了 说完 我也不等他回复 直接就挂了 向抒情这种蠢而不自知的 我一直都看不上 只是任谁也想不到 就是这么个蠢货 打着来我公司应聘秘书的旗号 挡着我的面 把陈也勾搭走了 让我栽了这么大个跟头 说不弃是假的 毕竟我并不认为 是自己输给了向抒情 我只是输给了对陈也的信任 他是这些年来 我唯一一个放下戒心 无条件相信的人 当初向明成把向抒情 送到我们跟前来的时候 陈也嘲笑向明成的手段 真是蠢到没边了 让他去跟向抒情玩玩 我便放心地交给他去处理了 结果陈也却在和向抒情 相处的过程中动了真心 把我和他的这些年 尽数变成了一个笑话 再冷冷拍在了我的脸上 一切也不是毫无征兆就发生的 比如在下班之后 陈也越来越多地担走时间 他跟我说 现在公司的事情没那么紧张了 他想要单独发展一些个人爱好 来弥补我们贫穷窘迫的青春 后来我才知道 他所谓的个人爱好 就是带着向抒情去海边飙车 他们去爬山 攀岩 做各种各样的极限运动 陈也说 他在这样的过程中释放了自我 而向抒情 就是给他递来打开自我那把钥匙的人 都是些狗屁话 我冷冷笑着 陈也到现在开始讲自己的人生了 又是谁 在当年发着高烧 晃进我家里躲雨 被我收留之后 天天跟在我身后 我赶他离开 说我们不是一路人 他硬是不走 他说 我把在雨中淋得像条死狗的他 拖进家门之后 他就发誓要回报我 我的命是荣荣姐就回来的 我就该用这条命 为荣荣姐铺路 这是他当初的原话 他从小嘴就甜 惯会用尽好话 来留在我身边 而当初的我信了 且在那之后 将他是坐在这个世界上 仅存的亲人 我不再想一个人离开 每天拼死拼活地学习和打零工 既要拿奖学金 又要赚生活费 我累得两眼一黑昏倒在打工的小超市门口时 脑袋里还在算着陈也最近要的教辅费 那时候的我想法很简单 春山镇是个臭水沟 我无论如何都要把陈也一起带出这个泥潭 荣荣姐 你喝醉了 要休息吗 复义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青年俊朗的面上写满了担忧 某一瞬间 这张年轻的脸 在我眼中和少年时期的尘也相重叠 几乎是没经过大脑反应的 我直接扯住他的领口 将人拽了下来 咬牙切齿恨恨开口 你敢瞒我 小王八蛋 你死定了 嗨嗨 荣荣姐 是我 傅义连可几声 青年干净的声线将我的神志换回 我松开手 傅义几乎瞬间弹出好几米远 纵然如此神速 我还是能看见 他从脖子一路窜到耳根的飞红色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有想法的人 想不到却意外地纯情 想到这里 我随手抽出一张卡扔了过去 半个月后 刘氏的晚宴 你跟我去 自己去置办身能看的行头 别给我丢人 这些天 我也用了些手段 陈也在相识根的第一个项目 就出了大问题 想来他这阵子正为此焦头烂额 等到时候见面了 我倒要看看找到自我的他 能活得有多快乐 荣荣姐 傅义怯声声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居然还没走 我眉头微皱朝他看过去 只见傅一身吸了一口气 鼓足了勇气开口 需要我留下来吗 文言我挑挑眉 出口的话确实无情 你还不够格 我明白了 傅义面上那点暧昧的红瞬间消散去 好看的眉眼间浮上懊悔的神色 是我冒犯了 抱歉 一直到他走出我在公司附近 为了临时歇脚买下的公寓大门 我才真正放松下来 躺在大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 我想陈也的事对我来说终究后劲蛮大的 陈也的妈妈是得病去世的 当初她一个人带着十二岁的陈也 搬到春山镇上来 关于他们母子的流言蜚语就没停过 春山镇就是这样一个凭借着没有根据的流言 就可以集体仇视一个人的恶臭地方 陈也在学校里被小孩欺负 那些路过的大人 看见他那长得比小女孩还精致的眉眼 对着他也没有好脸色 我和陈也相遇是在那一天回家的路上 被四五个小孩打趴在地上的陈也挨不住痛 伸手拽住了我的裤腿 我低头看他 他那张比常人更加白皙的面皮上 挂着血痕和眼泪 他说 姐姐 你能帮我教教大人吗 我把我所有零花钱都给你 那些欺负他的小孩更加来劲 他们每天守在这里问陈也收保护费 陈也不给 现在却要给我 我从来不爱多管闲事 但关于钱的是除外 我比这群孩子都要大两三岁 早在陈也他们搬来之前 镇上的小屁孩基本上被我收拾过 因此当我放下书包 开始撩袖子 找衬手工具的时候 臭小鬼们就已经全部惊叫着跑开了 收了陈也三块钱的保护费 我好人做到底 把他送回了家 在那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陈也的妈妈 黑发披肩 穿着一身碎花长裙 皮肤白皙 眉眼温柔的女人 一个和我妈完全不一样的女人 陈也的妈妈身上 似乎有种魔力在 好像不论生活 对他施以什么样的重压 他总能抱以淡淡的微笑 那份从容温和的魅力 让我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 偷偷红了脸颊 所以当陈也妈妈 在把我当作陈也的好朋友 并邀请我之后 常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 鬼使神差的 我轻轻点了点头 毕竟从我有记忆开始 所谓的家庭留给我的印象 就是父亲冰冷闲雾的眼神 和母亲歇斯底里的抱怨 甚至向明成在我小时候 经常会对我动手 拿我出没有儿子的恶气 打到我头破血流 后来我长大了 他会被我阴冷的眼神射住 开始对我进行默示处理 他不知道 无数个午夜梦回的黑夜里 我都在懊悔 当初因为自己的弱小 没能找准机会 将向明成一刀筒了 没有人能够不分缘由就打我 亲爹也不行 说实话 我有点羡慕陈也 真的 后来陈也自愿成了 我的小跟班 每天上下学都跟着我一起 并且还会给我带上一份 他妈妈亲手做的早饭 那些还想欺负陈也的小孩们 一开始不死心 等被我收拾了两回后 就彻底安静了 这些挂着鼻涕的男生们 和他们家里那些 只会嚼舌跟不干似的大人一样 除了欺软怕硬 事强凌弱 替势都办不成 陈也越来越崇拜我 我在他家里做客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直到有一天 我留在陈也家吃了晚饭 回去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我掏出书包里的手电筒 晃晃悠悠走在春山镇 尽是坑洼的就水泥路上 路的尽头 出现了一个惨白的身影 我妈红肿着半张脸 顶着一头乱发 一看见我 就嚎啕一声扑上来 又挠又打 她问我跑哪去了 是不是不要她这个妈了 她说 我跟我爸一样没良心 我爸跑去当别人的丈夫 我跑去当别人的女儿 我们都是白眼狼 我被她拽着头发 扯得生疼 挣扎间 手电筒掉在了地上 照出了从后面追过来的陈也 和她妈妈 陈也手上正捧着一块蛋糕 茫然无措地看着我 我想起来 今天是陈也的生日 他说要请我吃蛋糕 我刚才走得太急了 所以他们追了上来 追上来 然后看见我和我妈的丑态 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 我一把给我妈推开 捡起地上的书包 往黑暗处跑去 漫无目的地地奔跑 被路上的障碍物绊倒了 就再度爬起来继续跑 一路跑到了河边 抱着膝盖 蜷缩了起来 我妈没有追上来 她被我推开后 一屁股坐在了 我身后 嚎啕哭开 一直到我 跑出了很远 都还能听见 她的尖利的哭声和骂声 翻来覆去 就是那几具混蛋 白眼狼 我一个人在河边 坐了整夜 潮湿的水汽 将我的额头上的发丝 都沾沾在了一起 凌晨的时候 陈也终于找了过来 她看着我 手里还端着 半块颠散了的蛋糕 荣荣姐 她刚开口喊我 就被我捡起河边的石块 狠狠砸破了额头 血迹顺着苍白的皮肤 蜿蜒而下 同时被打湿的 还有男孩干净 又无措的眼睛 滚开 我带着朝她高声吼道 你拖累我了 少再来和我沾边 我说不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就好像陈也被人 按在地上揍的时候 她顶着一张好看的脸 趴在地上哀求着我 她需要我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 待在她身边 可现在她是光鲜的 而我现在发臭的泥潭里 就怎么也不愿意再让她看见 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 太过狼狈可怜 后来我才知道 这样的感情 不过就是一个 尚在青春期里的少女 懵懂得自尊 我和陈也将近有半年 没有待一块过 在春山初中见了面 也装陌生人 彼时的陈也 像淋了水的麦苗一样 风涨起个头 再也没有小混混来欺负她了 再后来 我爸跑了 我妈改嫁 我一个人留在了春山镇 升去了春山高中 等再见面的时候 我和她的位置又颠倒过来 我一个人过日子 反而很适应 还靠努力学习 拿到了每学期八百的奖学金 好像已经扒着泥潭 走到了边缘处 而陈也 却陷在了泥沼最深处 陈也的妈妈 是在一个暴雨夜得疾病去世的 她爸爸是一位建筑师 在一次视察工地时出了意外 陈也的妈妈 在城里的家住着堵物伤情 就带着年幼的陈也 搬来了春山镇上 那时候的陈妈妈 家族遗传的肺部和呼吸道疾病 已经很严重了 只是我和陈也 和春山镇上的所有大人 都没有意识到 一场带着惊雷的暴雨 和一个名为急性肺炎的突发疾病 可以在仅仅一夜之间 就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 等第二天陈也怎么也 敲不开他妈妈的房门时 哭声引来了四周的邻居 有人砸了门冲进去 才发现陈也的妈妈 已经死在了房间里 在我的记忆中 那么温柔爱干净的人 在人们口中传出来的死状 却拉他恐怖极了 听说租房子给他们的老头 因此扣下了全部的押金 房子租期还没满 就毫不留情地把陈也赶了出去 陈也成了没人管的孤儿 学校也不去了 整天就惨白着一张脸 在大街上游荡 一直到了又是一个暴雨夜 我在家里点着小台灯温习功课 家门外却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 我紧张递下了楼 摸了放在门边的铁锹 戒备不已 敲门声却在只响了两声后停了下来 透过门上的猫眼 我看见倒在我家小院子里的陈也 我从来不是多管闲事的人 在那一瞬间 我想了很多 想了多一个人吃饭 买一个月的菜钱 要多上至少一百 想到了陈也身上 或许还带着病 传给我了之后 两个人去不去的起医院 想到陈也半年没去读书 整天在街上晃荡 或许已经学坏了 但最后 我想到了穿着碎花长裙的陈也妈妈 她干净温柔的笑颜 和在边上捧着蛋糕的陈也 最后 我默默放下防盗门栓 把陈也拖了进来 那天晚上 是我爸妈抛下我之后 难得的没在深冬 我就烧足了热水在洗澡 陈也苍白的脸色 在被我推进浴室 按脑袋搓了又搓后 终于再度泛起红韵 伴随着两道种壳声 我把玉金丢到陈也头上 要他自己洗澡 又去翻了我爸的旧衣服 给他挂门上 等陈也再出来的时候 我给他煮了一碗蛋花面 是真的蛋花 整蛋让我自个吃了 剩下一点浮沫 留着给他下了面 陈也跟饿了半辈子一样 闷着头猛吃 喝汤的时候 还给枪着了 他一个劲地咳 咳着咳着就哭出声来 像是心里积攒了 有天大的委屈 我看着小孩哭成那样 一边惊叹于他的泪水之多 一边又在心中默默警惕 我想这个尾巴 估计没那么好甩掉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 陈也已经替我拿好书包 等在了门口 一天下来 我去呢 他去呢 我在高中上课 他就在门卫室 和保安大眼瞪小眼 等放学的时候 我把他一把拽到了路边 明确地告诉他 我养不起他 让他自己想办法 找个地方待着 可陈也眼睛亮闪闪的 从外套兜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我手里来 少年黑色的碎发 贴在白皙的额头上 乖巧地像一只小猫 他说 荣荣姐 我妈还给我剩的钱 我都给你 你当我的家人好不好 我们以后都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从来不是一个 多管闲事的人 可是最后 我沉默着接过了那张卡 将陈也带回了我的家 父亲原来的书房 收拾了出来 成了陈也的房间 那些老气的中年男士衬衫 也穿到了陈也身上 少年身量展开了 像是行走的衣架 穿什么都别有一股子清爽味道 等到夜里 我躺在床上 心口鼓鼓地 望着天花板睡不着 我的脑子里 一直回想着 晨夜白天里说过的话 所以 我又有家人了 一个漂亮的 乖巧懂事的 全心依赖着我的弟弟 他和我说 我们以后都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晨夜给我的卡里 有他爸爸的赔偿金 一共还剩七万 我用起来也没客气 他是男孩子 伴随着成长发育 食量渐涨 衣服也要多买 春山镇的初高中 都是功利 我们的学费都还好 尤其是晨夜 回到学校之后 像是为了快速追上 我的脚步 他也分外努力 他小学是在城里读的 本来基础就好 完命学了一学期 就跳级上了高中 小我一个年级 从那天起 我们就都开始 拿奖学金了 晨夜的妈妈 将晨夜带来了春山镇 像一个礼物一样 送来了我的手边 而我想把它带出去 远远地离开这个深渊 像我们这样 无依无靠的野孩子 未来的路上 注定满是风雨 而有人相伴着一起走 前路总不会太难熬 后来 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学了同一个专业 在大学里勤工俭学 我负责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和学费 而晨夜嘴甜 在学院里混得开 很快认识了一帮城里的 少爷们当兄弟 又靠着兄弟们带 成功入伙了第一个创业项目 攒到第一笔钱的时候 他不顾我的打骂 硬拉着我去了街边首饰店 买了一枚塑金借给我 晨夜低着头 将戒指缓缓推进 我无名指的那一刻 眉目间覆着温柔 他拖着我的手 像是托举着西式的珍宝 随后俯下身来 轻轻吻了吻我的指尖 他说 荣荣姐 我小时候曾经重病过一次 因为妈妈的眼泪 我重新活了过来 而我第二次能活过来 是因为你 所以你要记住 晨夜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梦在这一刻清醒了 我从床上坐起身 开始收拾 等打开公寓门的时候 傅义已经提着早餐 守在门边了 我看着他刻意梳整过的头发 以及朝我看过来时 清爽干净的笑容 心头涌起一股子 无名之火 傅义 我朝他冷声开口 少在那里学晨夜 我看到那个小王八蛋 只会更生气 傅义面上那点羞涩 与窃喜淡去了 随后是他慌张的道歉声 对不起 荣荣姐 算了 我摆摆手 回想着今天的行程安排 似乎没什么重要的事 于是我朝还在对着我一个尽道歉的人开口 走吧 今天我陪你去买衣服 啊 像是被巨大的惊喜砸中 负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结结巴巴地开口 那怎么能行 不去拉倒 我再叫个懂事的 去去去 青年乐开了花 就差在我面前甩尾巴了 倒是没有想过 在逛商场的时候 会再度遇见晨夜 像书情穿着一身酒红色长裙 俏皮地围着他 一个禁问他好不好看 晨夜笑着看他 连眼眸低垂的弧度 都呈着宠溺 只是像书情在仰头对上他的双眼时 面上的笑容却淡了下来 奄奄地叫店员去给他换别的颜色来 刚换完衣服的副意 从另一边是衣间走了出来 见我在看对面 走到我身边悄悄说了一句 这世上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穿酒红色 能像荣荣姐这样张扬耀眼 我也笑 侧过身抬起手腕 替他挣了挣领带 出口的话却冰冷 你话太多了 再转过头 只见晨夜眼眶泛红 眸光死死地盯了过来 连旁边的像书情跟他说话 也没再听进去 像书情察觉到不对 顺着晨夜的视线看了过来 瞬间面色变得猙獰起来 走着瞧 我勾起唇角 朝晨夜无声比着口形 随即刷了卡 带着父义从他们面前招摇而过 像书情脸都气绿了 可他憋着火 却不敢朝晨夜洒 他和他那个当贯三的妈 这阵子阴沟里翻了船 像明成养在外面的 不知道是小四还是小五 肚子里都已经能查出来 是个男孩了 他们才听到点风声 这风声还是从我这里露出来的 现在像明成的老婆随时都可能换人 像书情更要指着陈也去讨好像明成 毕竟到目前为止 像明成对陈也这位寒门贵婿 还是很看重的 不然他也不会处心积虑 把像书情送到我们身边 来将陈也挖走 夜晚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电话接通后 那头只有呼啸的风声 但即便不用开口 我也知道对面是谁 陈也 我唇角挂起冷笑 沉着声音开口 没事少给我摆出 这副深情懊悔的样来 当初是谁主动说 要去接向书情的招 帮我吃下相事 结果把自己弄反水了的 陈也依旧没有回答 我便忍不住冷哼一声 你给我等着 惹了我相容的人 我从来都是枉死离者 说吧 我挂了电话 通话结束前 我隐约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像明成的得意的笑声 娶妻还是应当要温柔贤惠 我们抒情这样 才是最好的 再见到陈也 是在半个月后的慈善晚宴上 他身边跟着向书情 游走在恩氏的龙头企业家中间 他向来嘴甜 那双眼睛在笑起来时 总是戴着一股干净澄澈的真诚 小陈这人不错 有我当年的冲进 我有时看着他 就像看见了当年的我自己 向明成在一旁给他介绍人脉 谈起他时 语气中尽是满意 我看着向明成二十万的皮带下 快拴不住的啤酒肚 忍不住翻个白眼 老肥猪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不远处的向明成也看见了我 端着酒杯笑盈盈地朝我走了过来 在对上他的视线的某一瞬间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被他打破脑袋 按进洗手池里的年纪 我端着酒杯的手 在轻微地站立 那是属于兴奋的站立 现在的我 再也不会轻易被向明成打倒在地 我有自己的能力报复回去 小荣也是有本事的 这些年靠自己的努力办了公司 这的确是我向明成的女儿 向明成走近我 笑着开了口 也不一定 我皮笑肉不笑回她 以前你在外边照顾和阿姨的时候 家里前前后后好几个姓王的叔叔 谁知道我是不是你的种 我这话一出 四下的氛围直接冷到了谷底 向明成面上闪过一丝阴历 但随即又笑开 想不到你小时候脾气一板一眼的 长大了还学会了幽默 不过女孩子家家 终究还是要学着温柔贤惠点 向总说是就是了 我耸耸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是半点都不买账 旁边已经有豪门子弟 开始等着看笑话了 向明成看我的眼神中 也多了些警告 我知道这些年 你觉得我亏待了你 对我有些埋怨也正常 但我终归是你爸 看在你也有出息的份上 我准你回来认祖归宗 等将来你弟弟出生了 你这个做大姐的 也可以帮衬她 她说着举着酒杯 微微朝我凑近些 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俩 能听见的音量低声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工厂突然倒闭 是怎么回事 向荣 你要是识趣点 你那小破公司还留得住 是值七个亿还小呢 我故作惊讶 语气夸张地开口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小公司 不要命跟你碰一碰 能把你像是碰到元气大伤呢 你都被我弄破产一次了 还这么看不起我呢 这话其实才说到点子上 得益于向明成 从骨子里对女性的鄙视 我和陈也的公司 已经做起色了 她才注意到我 随后便是想方设法的出招 阻止我进一步做大 她好歹是知道我性格的 我是条被石子砸一下 都得咬回去一挂肉的野狗 我牙字必报 又风又凉薄 向明成自己做的孽 自己心里清楚 她怕我报复她 但是我和陈也在一块 我们每一步路都走得谨慎 从没有去踩过 向明成不下的坑 她到最后没了招 才动起从我这挖墙角的心思 这老狐狸从来奸得狠 所以当她把向抒情 明目张胆送来的时候 我实在笑得直不起腰 她要从我这里挖沉野 真不知道她挖回去的 究竟是墙角还是炸弹 只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想过 我养大的乖得像兔子的崽子 真的对向抒情动了心 对我爸的私生女动了心 该说不说 陈也这小王八蛋 真是最懂我的痛点在哪里 我在宴会上和向明成翻了脸 打发了负义 去笼络平时常往来的生意伙伴 自己一个人摸去了阳台上透风 没过多久 第二个和向明成翻了脸的人来了 是向抒情 从今晚上起 向抒情就一直垮着个脸 刚刚更是在后场和向明成大吵了一架 这会眼底挂着泪走了过来 即使抹着厚重的遮瑕 也盖不住她脸颊上的巴掌印 看见我在这里 向抒情先是一愣 随即恶狠狠地开口 向荣 现在你得意了是吧 爸爸要叫你回家认祖归宗 我看着她这副急于捍卫 自己利益的模样 只觉得可笑 也难怪向抒情这么急 她妈跟了向明成这么多年 也没能转正 向明成直接放了话 谁给她生了儿子 谁才能从她那里拿到红本本 现在外面的小四 还是小五怀上了 向明成直接把人带到晚宴上来了 向抒情她妈 脸面都没能在这个场合露一露 他们早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抢来的东西不会长久 我告诉你 向荣 你想进向家的门 你想都别想 我 我实在没有耐心听向抒情这些废话 直接打断了她 有时间在这冲着我发颠 不如想想 等你那好弟弟生了出来 向家 还有没有你和你的小三妈的位置 说完 我从她身边经过 抬手拍了拍面色惨白的 像抒情的肩膀 其实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你看她 不是还没生吗 话说到这份上 也无需再讲下去 我走到门口 正逢父义来接我 不得不说 先前给她选的那身礼服 套在她身上 父义整个人都平添了几分贵气 难怪男人永远爱年轻的 年轻的就是好看 我也爱看 只是我朝她伸出的手 还没搭上她的臂弯 晨夜就从旁 猛地孤住我的手腕 放手 我的语调冰冷 荣荣 她不够好 换一个行不行 晨夜的面上满是哀求 整个人活像是被人丢弃的小狗 巨大的水晶灯悬在当空 我这才发现 她不知不觉间 已经消瘦了好多 真是太难看了 晨夜 我忍不住讥讽出声来 你是不是玩不起 晨夜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失控 连向明成从宴会的另一头 急急赶到都没有察觉 向明成暧昧的眼神 在我和晨夜身上流转一圈 忽然无耻地笑出声来 小晨这个年轻人 确实真性情 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目光冷去着晨夜 没有搭理向明成 她见状便又继续说道 其实 我很赏识小晨的 她是个人才 只要她做我的女婿 配几大女儿 还是二女儿 我都无所谓 她说着 走到我身边 肥厚的手掌 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之间 还有感情 你可以好好考虑 我的提议 她说这话的时候 毫不避讳听到动静 从阳台上下来的像抒情 后者顶着个巴掌印 面色苍白 向明成健壮 却笑得更为开心了 好像整个世界 都已在她的掌握之中了 面对此情此景 我实在没忍住 对着她的肥猪脸 一口吐了出来 你 向明成恼羞成怒 刚要发火 又听见像抒情 发出一声惊呼 在回过头时 臣也已经昏倒在地 两眼翻白 四肢轻微抽搐着 向明成面上 划过一丝不自然 随即吩咐人 将臣也抬了下去 临走时 还不忘警告我 要我学会审时度事 认真思考她的提议 去你妈逼 我述终止以回应 深夜 我在 是富豪 常去的私人医院 特殊病房里 见到了陈也 他今晚上的表现 不正常 况且 向明成对陈也 表现出的 绝对掌握的自信 也引人生疑 仿佛陈也 已经是他的所有物了 随便他怎么支配都行 这实在是太不对劲 我对外宣称 在宴会上 被向明成 气到心口疼 让傅义 给我预约了体检 却提前半个小时 到了医院 凭借着收集来的信息 找到了特殊病房 陈也果然在里面 他仰着头 躺在病床上 整个人似清醒 又似昏迷 我走进病房里 看见他挽起 半截袖子的手臂上 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 地板上 还扔着两只细小的针管 陈也 你他妈 意识到地上的针管 是什么后 莫大的怒火 在我的胸腔里燃烧 我快步走上前去 一把拎起陈也的领子 几乎是咆哮般 冲他吼道 难怪像明成把你当自家养的狗一样看 你他妈跟着他嗑药了 这他妈是什么玩意 你不能不知道 你怎么敢碰的 陈也本来一直昏昏沉沉 被我拎着灵口晃了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 他看见是我 第一反应是伸出手来 想挡住自己的脸 荣荣姐 你别这样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当我傻呢 陈也 我十五岁就认识你了 真以为你的眼神能骗得了我 我冲着他冷笑 语气中的急切 却骗不了人 我陪你玩到现在 也该玩够了 你两嘴一碰 就说不喜欢老娘了 那你现在躲什么 知道狼狈了 不敢看我 当初跟着嗑药的时候 没想过今天 你违法了知不知道 我给你精心养着养这么大 养到人母狗样 你就是这么糟蹋自己 陈也的面色一白 抱歉 过了好半场 他才从喉咙中滚出一点苦涩的声音 不这样 我没办法让向明成相信我 听到这里 我逐渐冷静下来 一把松开他 将他扔回床上 怎么说 不要告诉我你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 陈也靠着床 领口微长 白皙的肌肤上 浮现出病态的红来 他微微喘着气 朝我开口道 向明成当年是靠着不正当手段 再次发家的 荣荣姐 我们光明正大和他玩 玩不过的 他始终认为 公司能上市 还是我的功劳 更大 如果我不去投诚 不去削弱你的实力的话 他想要的 就是你的命了 陈也说着 面上浮现出一丝痛苦 荣荣姐 他太奸诈了 我必须把自己也骗过去 我要让自己相信 我是爱上了向淑晴 让你也相信 让向明成亲眼看见你针对我 报复我 他才会相信是真的 所以呢 我站在一旁冷冷开口 他信你了吗 他信你了 还给你打针 拉你下水 把你当狗一样呼来喝去 你进向师的真正目的 就能达到了 对不起 陈也低下头 这是他今晚上第二次道歉 我不接受 我看着陈也一字一句开口 等解决了向明成那个老东西 你自己跟我去警察局 接受法律制裁 到时候不把这身破毛病 戒掉你就永远别回来 好 我听见陈也滴滴的回应声 到最后我要走时 他才伸手拉住我的裙摆 喊我一声 荣荣姐 我低头 看见陈也微微扬起的面旁 在商场禁移了有几个年头了 他的眼睛还是如初时干净 他说 你永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 网冠例 我该给他脑袋上来一巴掌 教训他这些日子以来的 肆意妄为 但手伸出来后 只是轻轻落在他的脑袋上 揉了揉 我等你回来 小混蛋 之后的两个月里 我开始发疯般针对向氏 颇有些玉石俱焚的架势 我是真的生气了 陈也是我一手养大的 向明成可以夺走他 却不能毁了他 如果他硬要这样做 就应该来见识见识 我到底有多疯 向明成被我用自杀式压架 抢了好几个大单子 资金被封锁住 也颇有狗急跳墙的意思 向荣 你一个女人 最好别掺太魂的水 向明成忍耐不住 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而他 还没等来我的回复 先等来了自己 盼了半辈子的儿子 没了的消息 向淑晴也是心狠 那胎儿已经五个月了 他直接找人动手 将人从十二层的楼梯上 推了下去 差点一尸两命 等向明成揪出他的时候 向淑晴心一横 把事情全部推到了我的身上 他说 是我蛊惑他这么做的 向淑晴本人 则抱着向明成裤腿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然后被向明成的人打了个半死 好歹保住了一条命不是 向明成可是 直接对我动了杀心了 那天下午 我收到了晨夜的通知 电话里的他声音很急切 要我快点离开 是 向明成要动手了 这正合我意 我把公司的事情 简单地交代给了几个助理 走出别墅的时候 正撞上来找我的副意 荣荣姐 我来接你 我和他对视一眼 最后他拉开了车门 而我淡然地坐了进去 手里却直接把定位信息 发给了警局 和我安排在两室中的保镖手里 向明成这种老东西 其实自己没多大本事 却谁都看不大起 他最擅长的 就是用男男女女的肉体 进行交易 给自己的前途铺路 他送到我和晨夜跟前的 也不止像抒情一个人 我一直都清楚 复义是向明成 送来我跟前引诱我的人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哪有人第一次见面时 就能朝对方 摆出那么深情的眼神呢 装得太过就失真了 我和晨夜约定了理应外合 他告诉我 向明成还想对我进行 最后一次武力威胁 而我已经做好了 和向明成当面对峙的准备 再不然 他要直接动手 反而是给了我一个理由 人身绑架这样的行为 已经触动了刑法 加上我本身 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力 和我已经提前安排好的 媒体和舆论 无论如何 也要引动警方 朝向市那边彻查 我就算死了 也得是跟向明成 那个老东西 同归于尽 再不济 至少把晨夜捞出来 只是当车子 慢慢驶出为事 真的开上了 去往林市的高速时 我有些坐不住了 副义 你在玩什么把戏 不需要在逢场作戏 我直接同他开门见山 我送你去林市 保护你的安全 融融解 心头涌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手机忽然响起 我点开看 依然是一个没名字的陌生号码 我的心头却突然开始狂跳 手抖了好多次 才点到接听 电话那头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温柔的 虚弱的 我听见晨夜低声开口 荣荣姐 这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回去 我的手机摔落在脚边 对着还在开车的副义 吕声高鹤起来 复义拗不过我 出了高速 掉头往回开 我颤抖着捡起手机 再贴在耳边时 声音变得哽咽 晨夜 好似时间变得静止 过了好一会 我才听见晨夜细弱的回应声 嗯 在这一刻 我很想对着他骂出声 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厉害 特能逞英雄 可出口的话 也只是一声发着颤的 你等我回去 那头又陷入了沉默 我能听见听筒中呼啸的风声响起 很久之后 才得到那一声甘涩的回应 好 我等你 骗子 晨夜等不到我回去了 他怕向明成放弃和我谈判 直接下死手 他偷了这些天查出来的 向氏的偷税记录 还有向明成贩毒 以及拐卖人口的证明 直接递给了警方 向氏这些年 赖以起家的资金门路 总算水落石出 而在那之前 向明成给晨夜注射了剂量 很大的毒 他以为这样 晨夜就彻底是他的狗了 任由他忽来赫去 却没想到临死前 晨夜还要反咬他一口 向明成气急败坏 叫人把晨夜的手脚割开 掉在郊外废墟楼上 任由他的血液 一点一点流干 他本来是有机会跑掉的 可是急于想要取回 向明成信任的 向抒情告发了他 所以晨夜被抓住了 警方找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呼吸 等我回去的时候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向明成落网了 被判了死刑 那个在我五岁时 对我扇下第一巴掌 从此以后 拳打脚踢 没有停下过的男人 从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到现在认罪扶珠 就像梦一样 而晨夜 就在梦的另一段 他还没醒过来 我在两天后 领到了晨夜的骨灰 我坐在警局里 恍恍惚惚 听着法医 给我讲的鉴定报告 他说 晨夜已经是肺癌晚期 没有多少日子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 才让他选择 去激进博命 我听着只觉得荒唐 我从小就很忌惮 晨夜妈妈 那个所谓的家族遗传病 所以后来 稍微经济宽裕一点了 我每隔一阵子 就会带着晨夜去体检 他这两年的体检报告 一直很健康 又怎么会突然得了肺癌 我把我的疑问 跟警察提了 告诉他们 还是别配合晨夜 捉弄我了 快让那个小混蛋出来 警方沉默了一会 告诉我 他们在晨夜公寓里 搜出了一份体检报告 上面确切写着 他已经肺癌晚期 唯一一种可能 是他偷换了报告 欺骗了我 他一直都知道 像明成的阴谋 他本来已经做好了 和我同舟共计的准备 可是命运 却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最后那段日子里 他数着自己 还剩下的时间 害怕生病 被我看出来 所以他干脆离开了我 他不舍得我以身涉险 他要用自己的命 换我后半生的 安然无忧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的荣荣姐 是天底下最值得的人 从警局回来之后 我便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酒闷了一罐又一罐 对着天花板 哈哈大笑 我想不通 那个连打个炸雷 都要往我身后躲的 小屁孩 怎么就忽然有了 这么大的胆 那样一副病驱 那些可怕的折磨 陈爷 你多有本事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 怕呢 是真把自己当 救世主了吗 我笑出了眼泪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昏睡了过去 在醒来时 头重的像灌了签 我撩着头发 坐起身来 下意识朝门口喊 阿爷 我外套放哪了 你给我拿杯水来 无人回应 伸出去的手臂 猛然顿在了半空 我用了好久好久 才缓过神来 陈爷已经不在了 是啊 会在上学的时候 一路跟在我后面 会和我一起 去店里打工 把我护得严严实实 不让任何人 欺负我的陈爷 已经不在了 会在我生日那天 替我煮一碗 鸡蛋面滴陈爷 傻乎乎朝着 我笑的陈爷 害怕打雷的陈爷 已经前往了 另外一个世界 带着满身的伤痕 和释然的笑容 安静地离开了 沉睡之前 他跟我说了晚安 那时候的他 在想什么 再不用担心 有人欺负我了 是吧 所以哪怕身躯 已然僵硬了 面上的笑容 依旧温柔 惊觉失去的那刻 我的心脏 连带着整个胸腔 都开始抽疼 我一个人哭 倒在这空旷的 别墅当中 再也无法 将心口填满 我付出之后 第一件事 是去收拾了 向护情 他认罪态度良好 后续积极配合警方查案 获得了减刑 而我就在外面等他出来 当我隔着人群 与他视线相对的时候 向护情恐惧的眼泪 瞬间落下 他跪在地上 求我放过他 他说他知道 陈爷是好人 他只是太害怕了 我轻轻掐住他的下巴 迫使他抬头看我 我说 向护情 你可要好好活着呀 一个毒贩 和拐卖饭的女儿 下半辈子 只配在社会的排挤 和人们的孤立中活着 用自己的余生 去忏悔 后来听说 向护情辗转 换了很多的城市 每到一处 他的身份 便会立刻被曝光出去 他找不到工作 也没有朋友 只能靠减废品为生 在某个雨夜里 他遇到一个善良的男孩 给他递了一块干净的面包 向护情痛哭不止 回去之后 买了一瓶白草枯 自杀了 而我 我将公司转手给了 我和陈爷的大学老同学 自己一个人 回到了春山镇 父义想要跟我一起来 被我拒绝了 到现在为止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你反水的理由 我看着父义 平静地开口 是陈爷 他沉默了一会 开口回答 陈爷告诉我 他没机会再回来了 我可以安心留在你身边 他知道 我是像明成的人 他看不上我 可他时日无多 别无选择 所以 父义在权衡了利弊后 背叛了向明成 希望能够代替陈爷的位置 站在了 不会向身边人 捅刀子的我身边 这里面或多或少 有些私心的成分 可我已经无心再去追究 我告诉父义 他的舞台 在那座依旧指最惊迷的市里 而我 我会带着我的少年 回到曾经写满回忆的老屋里 回到了那个阳光落在春山镇的温暖夏天 晨夜方外 我的妈妈和外婆 都是因为同样的病去世的 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同样的病被抢救过 从妈妈发病开始 我就做好了准备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死去 去往天堂 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团聚 所以当妈妈去世后 我就开始了等待 等待死亡的到来 不去学校 饿了随便找点吃的 困了睡在桥洞下 失去了爸爸妈妈 我彻底成为了一个乞丐 春山镇那些讨厌我的小孩们 又迫不及待来欺负我 可是我已经不想还手 直到有一天 我游荡到学校门口 又看见了她 荣荣节已经变成高中生了 扎着马尾 背着书包 站在人群中 依旧闪耀着光芒 明明她也没有了爸爸妈妈 可她却过得很坚强 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我一路跟着她 到了她家外面 荣荣姐进门之后 我就抱着膝盖 靠着她家院子坐着 看着二楼卧室 那扇半开的窗户 真是好奇怪 明明只有她一个人在了 为什么这栋建筑 还能被她住出家的味道来 那天晚上下雨了 天空中闪烁着爆雷 和妈妈离开我的 那个雨夜一样 我被雨淋得浑浑噩噩 下意识地想要去 寻求妈妈的帮助 于是我扣响了那扇门 温暖的白赤灯光 从门缝里露了出来 荣荣节打开门 将我拖了进去 那个雨夜里 我开启了 我的第二次人生 我本来想着 人生就这样了 可是 如果是为了荣荣姐的话 我也可以再努力 努力活下去 我想要余生都和她共度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爱人 荣荣姐身上 有很多的伤疤 是她爸爸 在她童年的时候 给她留下的 她白日里 看起来对此漫不经心 却总在梦深的时候 尖叫 挣扎 被我唤醒的时候 睁开的眼满是恨意 她是被伤害过的女孩 而我永远也不会背叛她 我以为我们有很长的时间 我可以陪在她身边 开解她 或者陪她一起 向始作俑者报复 我会给她买戒指 看她穿婚纱 向她求婚 我可以陪她 做很多很多事情 在生意场上 替她拦下 鸣枪按键 在家中为她温水煮粥 可是这副身体 却毫不争气 拿到癌症确诊书的那一天 我一个人在屋外 做到了很晚很晚 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想追求的那些生活 想要去做 去实现给她的那些诺言 再也无法实现 那么至少 再让我送你一个礼物吧 荣荣 那个被父母抛下时 倔强着不肯低头的女孩 这些年来 她一直在生气着 而失去了陪她到老一点一点 开解她一难凭资格的我 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许她一个 无忧无患的未来 于是在第二天到公司时 像明成那个蠢顿贪婪的女儿 在对我露出讨好笑容时 我一勾起唇角回应 就这样吧 荣荣姐 那些童年时的伤疤 青春中的遗憾 那些不如意的回忆 让她们通通被野火烧去 留下炽热痕迹 此后的每一天 风霞雨露 晴光日暮 都是在提醒你 我爱你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